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ostgres SQL的数据库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使用事物 Transaction 事物可以说是咱们开发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大家请看 下面是我对数据库事物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 我就不再读了 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对事物的理解 比如说咱们在做一个业务系统的开发 有一个处理 需要同时更新十个表 很有可能吗 对不对 咱们大系统一下更新十个表 这一点不新鲜 那么比如说咱们更新十个表的时候 咱们要干什么 要写十个update语句 没问题吧 OK 比如说咱们这个逻辑 执行到第八个update语句的时候 突然间外面打了个闪电 导致机房瞬间断电 断电多长时间 0.1秒 这0.1秒的断电 导致第八条SQL语句 第九第十 这三个update文更新失败 非常有可能 对不对 那么咱们的业务需求可就不允许了 业务需求 这18个update文 必须都要更新成功 才表示咱这业务顺利完成 结果更新完前七个没问题 更新到第八个时候 全失败 那怎么办 那咱们业务要求前七条 白更新了 应该回滚到更新前的状态 像这种原子性的操作 就需要用到事物 比如说 你从银行取钱 我取了100块钱 相当于是第一条update文 结果取完之后 我后码全失败了 那怎么办 你应该是把我这个账号 把我捡了100块钱 再给我返回回来 对不对 否则的话 我的钱去哪了 对吧 这种操作就要用到事物 为什么 因为它前后的SQL文的 关联性很强 那么如何使用事物呢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 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postgres数据库 事物的使用 大家请看 其实事用 我说的那么悬 其实使用起来很简单 大家请看 就是三个命令 Begin 开始事物 Commit 提交事物 Rollback 回滚事物 好 咱们看一下实际演习 咱们学习一下 什么叫做事物 比如说 咱们这有一个用户表 咱们先把这个用户表 的数据拿出来 然后 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正常要更新两条数据 把库里的得分变成50 把哈登的得分变成60 这没问题吧 但是我又有系统要求 如果系统中 库里更新成50 必须保证 哈登更新成60 这两个是一块的 不能说我库里更新成50 我哈登更新失败 那库里那个也就50代表不动了 这不行 那么咱们要保持 这个处理的完整性 原子性 怎么办 我在前面加个Begin 换一下是我开个事物 然后呢 在内存中 我先把库里更新成50 再把哈登更新成80 都更新完成 没有任何异常的前提下 我呢 Commit 提交 那么数据库呢 会同时把这两个表的数据 进行更新 来保证我的原子性 更新成功 这就是事物成功的 提交事物的一个例子 Begin 然后呢 各种更新文 最后 Commit 没问题吧 这是非常非常正常操作 比如说 我再给你来一个 这个不正常的 不正常看啊 我这开一个事物 没问题吧 我更新完库里 更新完哈登 我觉得不对了 好像哪个地方出错了 我呢 不想把这个哈登跟库里 这个操作 我都更新了 我想把它回滚到 他们两个更新前的状态 该怎么做 我就调这个rollback 坏话说 咱们机房打一道闪电 导致我的系统啊 某个地方抛例外了 报错了 那我前面的更新呢 我就不想再更新了 怎么办 我要rollback 回滚到更新前的状态 怎么做 就这个rollback 咱们rollback之后 咱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数据库被更新 这就是今天咱们 简单的事物的操作例子 好 咱们马上试一下 我这进入我的数据库 事物听起来挺悬 其实操作还真就不悬 真就简单 好 我先看一下 咱们现在数据库表 注意看 库里是28分 哈登30分 没问题吧 然后我要把它们 更新成50到60 我现在先开个事物 begin 开事物了 没问题 然后赶紧做 先更新库里 OK 再更新哈登 因此在事物当中 所以说呢 它实际上 并没有更新数据库 接下来 commit 提交 大家请看 现在是提交完成 然后咱们看一下 这数据库表的内容 大家请看 库里跟哈登 都变成50了吧 都变成50 一个变成50 一个变成60了吧 都是新的数据了 对不对 没问题 OK 咱们再试一下回滚的例子 再开事物 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把库里的得分 变成0分 行不行 太行了 然后 因为为什么 受伤了吗 然后我把哈登 也变成0分 如果这时候 大家注意 如果这时候 我再用commit的命令 怎么样 那它实际就把 这两个数据变成0了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不用commit 不用rollback 换句话说 在某个地方 可能polyback 可能出错了 导致我事物 不想再让它 直用下去了 想回到更新前的状态 那咱们用rollback 试一下 够 大家请看 已经rollback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数据 是不是 还是更新前的状态 如果咱们现在数据库是0 说明不对 咱们是更新后的状态 如果咱们数据库 还是50 60 说明咱们rollback成功 回到更新前的状态 咱们试一下 大家请看怎么样 我这里还说update 是不是白干了 白干了 为什么rollback了 所以说 数据库的数据 并没有发生改变 这就叫事物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希望您能够理解事物的 基本的使用方法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数据库事物的使用 不知道您听没有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今天代码 我会放到开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会传到YouTube YouTube 给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YouTube我是非常喜欢 也推荐您使用 不过今后 我也准备在B站开账号 因为好多朋友 对我留言说 你能不能在B站开个账号 我是也有这个打算 但是现在国内 都开账号都需要手机 因为我现在没有国内手机 所以我现在得考虑该怎么办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在B站开账号 把我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好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